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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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et's go 大家午安 今天要來講這本書 不可思議的吃書男孩 不要懷疑喔 他真的在吃書 你看 嘴巴張那麼大 他吃了幾本書 1234 100本書耶 是不是 很可怕 但是小K老師覺得 這個是會讓你思考 會讓你變聰明的書 所以我們來看看 他怎麼吃書 這就是這個小男孩 亨利 他喜歡書喔 不過他喜歡的方式跟你 跟我不一樣 真的很不一樣 怎麼樣不一樣來看看就知道 你看 他們家的書被他咬了一口 請問書是餅乾嗎 是麵包嗎 他怎麼會拿來吃啊 太不可思議了 對不對 所以他叫不可思議的吃書男孩 而且非常好笑 很可愛吧 他就是亨利 他喜歡書 不過他喜歡的方式跟你我不一樣 非常的不一樣 哪裡不一樣 他喜歡吃書 他的爸爸媽媽覺得很昏倒 可是也非常尊重他 他說媽媽你看 他拿刀子把它切出一塊來 然後 就把它吃掉 剛開始 這是一個無心的事物 有一天下午 他沒有注意到自己在做什麼 他起初不太確定 他為了嘗試看看 他只吃了一個字 嘔嘔嘔嘔 接著他吃掉一整個句子 然後他吃掉了一整夜 是的 亨利確定他非常喜歡 到了星期三 他吃掉了一本書 到了月底 他可以一口吃掉一本書 還丟起來 就直接吃掉 哇 可以去表演了 所以他有一個舞台 看 不可思議的吃書男孩 表演吃書 嘟嘟嘟嘟嘟嘟嘟 然後丟上去 就吃掉了 掌聲鼓勵鼓勵 他真的很可愛 亨利喜歡吃各種書 古事書 字典 地圖 笑話 知識百科全書 全部都吃 煮一煮吃直接吃 他都吃 甚至數學類的書 不過 他最喜歡的是紅色的書 你看 硬硬的皮那一種 哇 他處理他們的速度是 又快 又猛 所謂的處理 就是吃掉 最棒的是 他吃得越多 他就越聰明 為什麼 來解說一下 A 書會進入他的身體 哇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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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訊息就會進到他的腦子裡 腦子就會變大 然後 C 他的肚子就會變脹 所以他吃書也會飽 他吃掉一本關於鯨魚的書 他就知道 哎呦 我們家那小咀嚼要吃什麼 怎麼餵他 然後沒多久 他還可以幫爸爸 玩報紙上的甜字遊戲 爸爸說 哎這是什麼 你就可以在旁邊說 我知道我知道 永垂不朽 哇 成語耶 是不是很厲害 誰叫你更厲害了 他呢 吃了數學書之後 你看 他甚至比老師更聰明 可以解除超級難的火箭方程師 太強了 然後 他說 亨利也很喜歡當一個聰明的人 他想如果他繼續吃下去 說不定他會變成地球上最聰明的人 得到了最聰明獎盤 真的會這樣嗎 不知道 看看 於是他一直吃 不斷地吃 不斷地變得越來越聰明 還更聰明 還去參加電視的機制問答 還得到了最多分 還非常非常聰明 絕頂聰明 他本來是一口吃一整本 後來改一次同時吃三本或四本 任何書都行 亨利不挑釁 他什麼都想知道 什麼都吃 一次吃三四本耶 但是事情開始不太對勁 他一看到書 他就吃 最後他感覺好像做夢的時候 夢到書說 我也想吃掉你 然後亨利就救命啊 老實說 事情變得非常非常非常糟糕 亨利吃掉了大部分的書 但是他吃太快了 就綠綠的有沒有 為什麼 他搖一搖 嚼一嚼 嚼一嚼 他就吃 然後呢就吃 太快就打嗝 然後他吞下去之後呢 他臉就變綠了 然後還越來越綠 超綠 然後最後他就 他就吐了 他開始覺得身體不舒服 為什麼 消化不良啊 對不對 是太快了 更糟糕的是 他學到的東西就變成 亂七八糟 比如說 老師問他 6加2等於多少 他就 3還是4 他都搞不清楚 香蕉什麼顏色 紅色 橘色 他都搞不清楚 老師有一天還問他 2加6等於多少 他就說 大象嗎 他就搞不清楚了 因為他沒有時間 好好笑話他們 輸在他肚子裡面 哇 亂七八糟 擠在一起 唉 說 話說這件事 對他來說變得 非常的尷尬 為什麼 因為你看他說出來的字 跟他的想著吃進去的東西 就亂七八糟 連說話都變得很尷尬 突然間 亨利不覺得自己很聰明 老師在問問題的時候 小朋友都說 我知道我知道 老師老師我知道 亨利不確定他知不知道 因為他搞不清楚了 不只一個人告訴他 大家都跟他說 或許 你應該停止吃書 醫生跟他說 你的頭腦裡面 和肚子裡面 無法應付這麼多書 爸爸跟他說 你應該要戒掉吃書的習慣 那老師又跟他說 而且 你害別人都不能享受那些書 因為書被他吃掉了嘛 而且呢 你累積了太多太多沒有消化的書 在你的肚子裡 於是 亨利看著小菊 心裡想 我要放棄吃書 他難過的坐著 坐了一個很長很長的一段時間 他該怎麼辦呢 又過了一段陣子 又一陣子 幾乎算是一個意外吧 亨利從地上撿到一本吃剩的書 他沒有把它放到嘴巴裡 這一次 亨利打開它 你看他只咬了一口嘛 還剩一大半 因為他吃剩 他把它打開 開始做什麼 開始 讀 用眼睛看就好不要吃 他慢慢的看 慢慢的看 慢慢的讀 慢慢的讀 越讀越開心 他說 哎呀 這感覺真好 亨利發現自己非常喜歡讀書 他想 如果假如他讀得夠多 說不定 他還是可以成為地球上最聰明的人 只是要慢慢的讀囉 因為讀書比較慢 他需要多花一點點時間就是了 然後他就變成了 現在 現在亨利總是在讀書 他只是偶爾 偶爾很想吃 但他沒吃喔 他現在變成吃花椰菜的男孩 吃食物的男孩 那偶爾他還做什麼呢 嘿嘿嘿 你可能會很想吃 因為我剛剛發現了一件很奇妙的事 好故事講完了 這本書就是這樣 巧克力老師把它放在櫃子上 然後呢我們都沒有拿出來看 今天拿出來看的時候 你看 你看 亨利把它吃了一口 他還是忍不住對不對 他不小心還是故意打 你看 書被他吃了一口 啊 破了一口了啦 好好笑喔 所以呢 巧克力老師覺得這牌子很重要 他寫 不要在家裡吃這本書 要跟亨利講 跟書有的人講 不可以吃這本書喔 吃了別人就不能看 是不是很好玩的一本書 真的可以用到葫蘆吞早了 如果你看書看太快 然後一直看一直看一直看 是不是頭也會頭暈腦脹的 沒有辦法消化 吃東西也是看書也是 慢慢看慢慢吸收 才是最棒的方法 好啦 今天的故事講到這裡喔 下次再講別本好玩的故事書 拜拜